歡迎大家參加渡戶接種服務 今天一共有9組出發 主打的地區就是西貢區 我先幫你清洁 是否要用右手? 是 打完了 哦 這麼快 當然了 謝謝你們 因為他見到我們這麼多工作人員 上門幫他打針 他真的很開心 他說了很多句多謝 然後他會多謝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 金秀祭原來香港很多行動不變的老人家 真的我們要上門才可以幫到他 如果不是有政府上門打針這個活動 可能他們根本很難可以打針 他們需要多一點的照顧 可能你問問題要詳細一點 又耐性一點 他們其實未必會立即接收到你的問題 在問什麼 然後給他多一點意見 因為可能不知道打針後 他有什麼注意事項 我們的對象就是 比70歲以上 長者行動不變 有些偏遠的地方 我們去到每一個角落 都跟他們支持是原來的 我們原意就是 應打盡打 預防第六波的來臨 你好 是否姓莊 是否登記了上門接種服務 我們是醫療團隊 負責上門和你們接種新冠疫苗 長者是很抗難的 你們可以上門做的 真的方便很多 他們可以不用周 有些真的行動不便 你們上門幫他們打的 他們就可以安心些 至少保護到他們 不會那麼容易感染到 而且你染完之後 你的病沒有那麼緊要 不會直至到死亡 因為自己就中個方 行動腳就不太方便 聽到你們政府說 有上門打針 我就去申請 首先方便了自己 又不用上街 又不知道去哪裡 自己又不走得多遠 所以你們說上門 我們當然非常開心 會通知他們的老友 但現在政府很方便 上門和人打針 不用你四處拖 其實他們很多 都是有長期病患的 我們去到他們家 可以更加了解到 他們的身體狀況 甚至可以看到他們 在吃甚麼藥 看看他們是否真的 可以打到新冠疫苗 疫苗就要在運送期間 是確保在2至8度的溫度 另外因為上門的關係 我們要帶一些急救的用品 我們也要帶電腦 和PINTA 因為要印針卡給市民 我們就嚴選註冊護士 他們要有接種新冠疫苗的經驗 以及他們要有急救牌